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君子兰 我们都知道君子兰它的根是肉质根 而且它特别喜欢这种油性的肥料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种油性的肥料 特别适合君子兰的生长 可以让君子兰生长得更加的旺盛 那么是什么油性肥料呢 就是这种花生或是瓜子都可以 花生和瓜子不仅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 特别适合君子兰的生长 而且花生和瓜子还带有非常多的油性 特别适合养君子兰 那么我们怎么食用呢 首先我们先要将这个花生和瓜子把它煮熟 煮熟晾凉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盆土表面给它挖几个小洞 但是一定要远离根系 以免它发酵腐蚀的过程中会烧伤的根系 在远离根系的地方挖上几个小洞 然后每个小洞埋上几粒这个花生或者瓜子就可以了 后续呢 它就会在这个土栏里面慢慢的释放养分 供君子兰吸收 那么君子兰吸收了足够的养分呢 生长就会比较旺盛 不过呢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在君子兰换盆土的时候 可以在它盆土里面呢 稍微垫上一点这个煮熟好的花生和瓜子 就相当于是做一种低肥的食用 也可以为君子兰呢 补充足够的营养 那么君子兰吸收了这个花生瓜子里面足够的营养成分呢 它的生长呢 就会非常的旺盛 因为土壤营养足了 那根系也长得壮了 君子兰呢 就会长得非常旺盛 叶片呢 油绿开花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艳利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